无心住进了初臣子的小院 隐隐约约的感觉不对劲 很想向初臣子详细问一问 千佛洞内的情形 然而初臣子关了房门不见天日 无心虽然看不到他 但也能听出他的忙碌 房内狙嘎乱响 显然他是一直在挪沉重香龙 天黑之后连晚饭都吃过了 初臣子终于得了闲 立刻被无心带了住 两人坐在红木大罗汉床上 无心捧着一杯热茶说道 道长 你既然邀我来了 就该对我开诚补功 我想知道 令仙师作为一位有成的道长 为什么要把重要的秘籍藏进千佛洞 难道秘籍不是专要留给你的吗 初臣子刚喝了一大碗热汤 满头满脸的出汗 仰起头甩了甩一头乌黑长发 他用雪白的手帕轻轻一视额脚 同时飞快的鞋瓢了无心一眼 因为显示羽化在了千佛洞 无心发现初臣子又要开始闪烁其词了 不禁有些不耐烦 偌大的青云山难道就没有好地方了不成 一个老道非要死在千佛洞里 我怎么就没听说过青云山里还有千佛洞 你如果早说还要钻洞子 我未必会跟你来 这样 你实话实说吧 这千佛洞里到底有什么 为什么你一个人不敢进 非要找我做帮手 我不知道 先是当生日主妇我 若是我道行不够 就万万不要贸人进洞 非得有能从洞中全身而退的本领 才能领回秘籍中的奥秘 你还没回答我洞里有什么 初臣子平日尊贵惯了 此刻见无心气色不善 就跃跃欲试地想要骂人 他妈的我怎么知道 我只在洞口乡内望过一眼 千佛洞千佛洞 洞里自然是有佛了 不信你的徒子徒孙 你信我 屁话 我怎么知道我现身如何语化的 他老人家活着尽动再没出来 一旦有了万一之事 我要如何在徒子徒孙面前 维护他们师祖的形象 无心恍然大悟地一点头 心里明白了 初臣子的师父大概是死得不清楚 万一洞里有着不可见人的秘密 暴露之后对初臣子和青云罐都没有好处 而且灌内多是修道之徒 苦修苦练道也罢了 万一窥见了精进之法 反倒容易闹出是非 秘密是什么样子的 无心缓和了生气 决定和初臣子讲和 初臣子察觉出了他的善意 也跟着温柔了态度 抬手比出一本小册子的尺寸 他低声答道 我最后见到秘密时 现实还没有开始动笔去写 只预备出了一个本字 那秘密的封皮上有什么记号吗 上面有两个大字 什么字 秘密 领先师还真是坦白 初臣子虽然说一句留两句 思前想后的不痛快 但是无心也大概明白了前因后果 一夜过后 他和初臣子凌晨起床 穿上古代人淘汰给他的灰鼠皮奥 他一言不发地开始吃早饭 初臣子则是思虑周到 特地收拾出了一只羽布口袋 口袋里面装着饼干糖果 马灯水壶 用一根黑色缎带 将长发绑成了个大马尾巴 他当着无心的面 从床下的箱子里翻出了手枪子弹 无心不喝水 结结实实地往肚子里填米饭馒头 初臣子问他 你要不要枪 我用刀就行了 初臣子将一把薄朗宁藏在衣服里面 外面腰间又挂上了一只盒子炮 墙上挂着一柄宝光璀璨的短剑 被他一把摘了下来 短剑出窍 寒光凛然 竟然并非装饰用的样子 初臣子叹了口气 用手帕将剑身擦拭了一番 然后站在炕桌前挥剑切了半个馒头 没滋没味地咬了一口 无心见了初臣子的种种准备 忽然有些紧张 道长 不至于吧 初臣子没有食欲 吃过一口馒头就不吃了 但愿是我多虑 天还未亮 初臣子就领着无心出门了 青云冠倚着青云山 从道观后门溜出去 直接就进了山 要说人气 青云山比猪头山差得远 而且局此冬季凌晨 更是杳无人烟 连只野兽都不见 无心一边跟着初臣子连跑带跳 一边暗暗记忆了路线 末了初臣子骤然杀住了脚步 无心借着朦胧晨光向前一望 就见前方没了路 是直上直下的一段悬崖 两人往前又走了几步 一时看得更清楚了 原来悬崖并不高 更谈不上险峻 几乎就是一面比较陡的大土坡 无心没有主意 所以询问初臣子 这怎么下去啊 我当年是夏天来的 扯着树木藤板就爬下去了 很容易的 现在虽然没有藤板 但是树木还在 你我小心一点 总不会被他拦住 树木的确是在 歪歪斜斜地生长在土坡上 可是枝叶落尽 枝枝叉叉地让人不好攀附 初臣子率先蹲下 伸出了一条长腿 瞪上了下方一根粗壮枯枝 血探着踩了踩 他也不在乎冰雪泥土了 身体贴着土坡慢慢地向下滑 末了他插开双腿坐在了枯枝上 紧了紧口袋 吻了吻心神 他既像猴子也像壁虎 一点一点地抓着树木往下蹭 吻心效仿了他 并且比他更灵活 有树枝抓树枝 没树枝就抓坡上的枯草根子 总而言之 不让自己下滑得太快 一番挣扎过后 两人灰头土脸地落了地 仰头再看大土坡 发现大概是因为阳光 渐渐明亮的缘故 土坡看起来宛如一面 直立的土墙 居然有了一点巍峨的气势 吻心搓了搓手上半融化的血和土 转身去问初臣子 然后怎么走 初臣子抬头看了看太阳 然后对着吻心一挥手 吻心立刻又跟上了他 两人就沿着土坡一路前行 走着走着 却是建了一座小小的荒坟 看着就是个土馒头上面插了根木头牌子 牌子上面连自己都模糊了 亏的是冬天来 如果夏天有了花草遮掩 简直会看不到的 初臣子 初臣子停住脚步 伸手对着坟头一曲 就是这里 吻心眉言语 等着初臣子做解讯 而初臣子解下身上挂着的羽布口袋 从里面摸出一把崭新的小铲子 小铲子是花酱用来给花松土的 奇小无比 倒是够结实 初臣子蹲在坟前开始挖土 一边挖一边说道 坟是甲坟 是我当年留下的记号 甲坟下面有什么 下面有一道天然的缝隙 容得下一个人出入 难道缝隙就是千佛洞的入口吗 不是 小坟头被他挖去一半 露出了齐平地面的一层铁板 无心看在眼中 不由地想起了诸头山中的鬼洞 而初臣子的思想和孤大人不相上下 咬牙切齿地运力扳开铁板 他让无心看到了一条幽黑的缝隙 缝隙不大 正能容得一个正常身量的成年人出入 大冬天的地面全被冻成干硬 荒草残血也都凝成一片 缝隙附近的泥土 却是乌黑湿润 仿佛是大地受了伤 无心把手伸进缝隙 发现里面显然要比外界温暖潮湿 出臣子心里有数 所以暂时还不去吧 挂上游布口袋就要把腿往缝隙里伸 不料无心一把抓住了他 道长 我有话说 你反悔了 道长 万一我在里面有了个三长两短 你一定要把我的尸骨运回天津家中 记住了吗 没有问题 记住啊 千万别忘了 出臣子不以为然地答应一声 然后把脚插进了缝隙中 别怕 里面是倾斜着的 也算个泼儿 你跟着我往里移动就行 无心背着出臣子出发时给他的短见 眼看出臣子摇头摆尾地挤入缝隙里去了 便坐在地上也把双腿伸进了缝隙里 缝隙里面总不会有大野兽 至多会藏着蛇 而他是不怕蛇的 有毒也不怕 缝隙里面一片黑暗 无心躺在斜坡上 跟着出臣子一点一点地向下蹭 缝隙起初是很狭窄的 上下几乎紧贴身体 然而越向下越宽敞 最后无心坐了起来 凭着感觉追寻出臣子 蹭着蹭着出臣子不动了 随即下方起了一团昏黄火光 是出臣子把玻璃罩子的马灯取出来点亮了 既然有了光 无心就可以使用眼睛了 扭头环顾四周 他发现周遭环境和地窖也差不多 只是斜下方黑曲曲的 依旧深不可测 出臣子换成了四脚着地的姿势 提着马灯往前爬 无心忍不住开了口 道长 什么时候能到千佛洞 快了 他说是快了 其实两人又爬了二十多分钟 土洞还是不见底 出臣子长胳膊长腿 爬得甚是辛苦 无心闭了眼睛却是感觉十分惬意 他的每根寒毛都能感觉四面洞壁的起伏 每一点起伏都可以让他轻而易举地借力爬行 游龙似的紧随着出臣子 忽然一头碰了臂 你撞我屁股干什么 是你自己太慢 怎么停了 前都是大坑 我们得往下跳 马灯上面的提手拴着细长的链子 出臣子先把马灯放下去了 然后自己纵身向下一跃 无心摸不清头脑 糊里糊涂地也跟着跳了下去 跳下去之后才意识到自己进坑了 坑能有个一人来身 还是土坑 大小比得过一间厢房 无心站在原地转了一圈 然后问道 哎 道长 这洞里挺暖和 也够湿润 而且不憋闷 怎么不生草木呢 我不知道 也懒得知道 如果不是为了秘籍 就算此地是金子弃的 我也不来 那 我们现在已经是在地下了 地下会有千佛洞 其实千佛洞 是我杜转出的名字 因为我当时在洞口 的确看到了佛像 长安县的县制上 并没有千佛洞的记载 本地的山民 也没有在山中见过佛像 我怀疑洞子是许久之前挖掘的 不知为何半途而废 所以早早荒废 传到如今竟是无人知晓 无心发现 初臣子其实比较无知 并且不思进去 简直不像岳起罗一派的传人 而初臣子提起马灯 沿着坑壁照了一圈 最后停在一处蹲了下去 无心跟过去一瞧 映入眼中的又是一个洞 无心一屁股坐了下去 道长 恕我直言 令仙师的道行我不了解 可是这钻弄的本事 的确高出了一般的田鼠 出臣子也坐下了 从油布口袋里掏出了一包饼干 不要妄言啊 再敢侮辱先师 当心本道爷揍你 我先吃几口 吃好了好筋动 放心 这个洞子是口小度大 当年贫道单枪匹马 都敢往里闯 现在是我们两个人 你还怕了不成 初臣子坐在狗洞大小的黑洞旁 把马灯放到一旁地上照明 自己咔嚓咔嚓 嚼了几十块油渍麻花的饼干 然后拧开水壶 仰头灌了一大口水 呼噜呼噜地竖了一气 扭头扑的一声 喷出老远 无心没想到 出臣子嘴如水枪 如此有劲 几乎看呆了 而出臣子又是个讲究人 竖过口后 又从怀里摸出一根细细的牙签 一手眼口开始剃牙 等他重新收拾出一口大白牙之后 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 他解开缎带重新系了长发 然后背好油布口袋 拎起马灯就预备钻洞 无心等得很不耐烦 如今见他终于有所行动了 连忙跪爬在了他的身后 又小声问道 哎 道长 钻过这一条洞还要怎么走 出臣子的身量类似顾达人 肩宽背阔的 所以此刻极力缩了肩膀 想让自己的身段秀气一点 如果频道没记错 这条洞的尽头 还是个坑 无心听在耳中 一时不知如何表态 只有三个字可以形容心情 但是又偏于不逊 舌头在嘴里动了动 他忍不住 还是说了出来 他妈的 初臣子没有和他一般见识 在入洞之前又说了一句 哎 笔坑不同于此刻 哪里不同 笔坑更大 洞通坑 坑藏洞 而且不见天日 怎么想都是危险地方 可无心随着初臣子入了洞 发现周遭除了潮湿之外 不但没有虫具 甚至连条冬眠的蛇都不见 初臣子爬着爬着 从怀里摸出一张纸符 贴上了洞壁 无心听他隐隐地又喘起来了 忽然怀疑是空气有了变化 连忙向前问道 道长 你感觉怎么样 累啊 累啊 大长 你今年贵更啊 初臣子没理他 无心看不出初臣子的岁数 如果初臣子有些年纪了 无心就打算帮他背包胯枪 减轻他的负担 但他既然装聪作哑 无心懒得追问 正好省了力气 这个动作正如初臣子所描述的那样 口小度大 初臣子爬行不久 便可放宽肩膀 加大动作 再过了一段路途 他索性弯起腰站起来 拎着马灯向前一溜小跑 跑着跑着他停了脚步 却是脚下多了几级向上的石阶 踏上石阶走出去 他昂首挺胸 算是出了洞 无心跟在后方 一路走 一路抚摸洞壁 洞壁本来都是尸土 可走着走着 开始出现了层层岩石 无心心想 千佛洞总不会是个土洞 石头一旦出现 可见千佛洞也应该是近了 急着踩着石阶也出去了 他举目一望 不由地吃了一惊 原来他和出尘子 是站在了显零零的一块大石头上 石头上方是黑漆漆的临寻穹顶 石头下方则是个两人多深的大石坑 石坑底部坎坷不平 而正对面的石坑下方 正有一个深深的洞口 那里就是千佛洞了 天沙